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 雪玲 是 有話義 養者 華仔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就停播了 六年內第一次停播 第一次有假放 認真一點 因為這個 視局比較混亂 大家應該要冷靜一下 看一看鏡花片文 為什麼要加一句大家要看到最後呢 因為你不看到最後應該是不知道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應該這樣說 不看到最後 看前半 或者不看詳細內容的話 你以為他是在說這個 奇案 你這樣說又便宜 應該說 即將顯其知 真的多有問題 我們看完鏡花片文 看完Glassnip 就應該大家都很冷靜 有聽眾話 鏡花的文字很長 所以I am就提示 你只看最後一句就行了 不是 我要看到最後 不是只看最後 你不要冤枉我 那補充一點 錄音的時間是星期六來的 所以動脈無傷方面 都對於說 之前一天 星期五 那個混亂的情況 也特別慰問任何受傷的人 特別是友台 Gamon力量方面的五月 他受到這個 即現場 他有沒有受傷 我這個不清楚 那我們回到今天的節目 對了 我們 我們 剛剛有一套很近的東西 其實有一套 大家都有看 我看這套東西 我看完之後的感覺 他可以終結這套東西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 知八珠一樣的對手 不要這麼說 這套是很美劇 或者和你會形式的 恐襲類型的作品 這個叫女人救世劍 一個女人怎樣搞難一團人 紅眼禍水 我覺得叫為搞而搞 對了 我們接著 第一套要說的 就是恐怖殘響 這套東西 其實開頭 頭兩集 就是讓我們看到 那個感覺就是 一個恐怖分子 跟警察互相角力的遊戲 真是友好 很會照顧我 現在很多都是 現在的名字 代號 魔法戰爭 有九 有九 有十二 有五 今次只記三個號碼 你開心吧 那不是的 那不是的 還有三 三島 還有個警官 警官沒有數字 沒有辦法 三島就很少出 如果你當次郎是二 可以當是二 你當時是幾乎 有牌照號碼的 柴琦 故事裏面 其實就是 一直在推進裏面 說的就是 九和十二 這兩位恐怖分子 你可以說是 他們究竟 為了什麼目的 而去進行一連串的恐怖活動 因為通常來說 放炸彈 應該有些訴求 他們又不是 他們沒有要求 我要錢 或者釋放什麼人質 他們又不是說這些 還有他們的目的 雖然說放炸彈 但其實他們又不是說 至於想傷害 造成傷害 造成傷害 其實這一點 正正就是這一點 是 因為一開始大家 大家都會有一個 異樣的感覺 就是 作為恐怖分子的 九和十二 為何會見到 縱然女主角 發現了她的真正身份 其實都不知道 那個是否算是女主角 招牙罪 是吧 而為何會不殺她 而這個不殺主義 到最後就告訴你 就是 因為九和十二 他進行了一連串的恐怖襲擊 也好 他是一個人都沒有殺過 是 他是店長 而且他反而救了一些人 不是 他很幸運 應該說那些警察很傻 如果警察不懂解謎 去錯地方 就死了 也不是這麼說 因為你說 頭兩集的 那兩個 炸這個大樓 以及炸這個警署 其實各方面 就是他們說計算過 怎樣可以 減低 其實他們要不死人 傷人 你如果斷了腳 I'm sorry 他最重點是吸引大眾的注意 這個才是他們的重點 所以他們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就是希望所有人去注意他們的事件 跟警察的角力 其實叫做什麼呢 很制式的橋段就是 最能夠理解你的就是你的敵人 所以他就是要在警察裡面 找一個可以最理解他們的人 但其實我一開始看他的謎語 我覺得有點反感 因為 其實他有少少虛冤的感覺 但虛冤那種 即是他會玩那些傳說 玩那些神話 但人家那些用 就不會用來猜謎語 我覺得比較少 因為你一用那些 就變得很拋書包 因為根本上他用的是 你根本沒有辦法跟那套東西互動 你沒有一個代入思考的空間 因為你輸了就算 所以其實他一直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在做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說他用很多不同的神話的故事 你要去穿插很多不同的故事 其實是難接觸的 因為你一個人 沒有可能在短短的這套動畫裡面 我去補足所有的神話故事 所以他全部的謎語 他建構裡面 他只有一個神話 而這個神話也是貫穿整個故事裡面 他們究竟是在控訴什麼 我覺得 I am講的問題 其實是在於我們不知道 但是其實 在於他整體主題的結構性來講 我覺得他沒有錯到的 這件事 不說他神話方面 其實我覺得他有一個行動的問題 即是他們的行動前提 是要警察發覺 差不多高智慧的警察 才可以破到他們的謎題 換句話說 如果警察那邊不調得豬兜 他們應該說不用行動 其實我覺得 他是不是預先知道 會有這一個人 不是 其實他已經前設有 即是之前那個 偷那個原子 那個原料的事件 其實他已經知道 警察裡面應該有些人 是 他就assume 他們跟進這些重案案案 其實應該是猜棋 但他就不知道 他扔了冬菇 不是 其實應該不是 我覺得 我有這樣的感覺 他故意出這些謎題 他預計 其實齊奇應該會解通 因為其實 在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他們 真 9 和12 正式認識 齊奇這個角色 其實是齊奇做一個直播 去回應他們 那時候 他們才知道 有一個可以破解謎語的警察 我們可以利用他 其實是 在這個之前 其實他們一直都不知道 而他們一直都在發出一些謎語 其實他們都在想 究竟 這個警察局裡面 有沒有 因為其實對他們來講 整個故事 其實炸彈 對他們來講 爆不爆 不是一個重點 他們是要去尋找一個 那個謎語也不是重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第一段謎語是放上網絡 難聽說 他沒有人看到 你放上網絡 你要有個 那麼有空 被人燉了公姑的人 他隔壁那人 在我播放這些 這樣才知道 不然根本沒有人知道 他可能就是一路試 有個人解到那個謎語 才開始進行他的計劃 因為他這個 也是 這些爆炸計劃 他一直都在出 因為 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 他是希望 能夠有一個人 有一個敵人 有一個好對手 可以理解到 理解到 我們背後的含意 我們知道 我們想做些什麼 就是好像 對 或者他想找到一個人 是 清楚他們在做些什麼 還有 想他了解他們做些什麼 這套不是Galas 我是不是喜歡誰的 你知不知道 大家都要問人 我們錄這個 前次之前 我們還錄了其他這些 每個人都用這套 來表演 而你說見到的 我們不得不提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很煩 很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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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煩的角色就是 女主角 麗莎 麗莎 其實 這個角色 為什麼我會 一開始 用一個很 荷里活式的 電影的故事 去說 大家都會看到 荷里活的角色 無緣無故 有女兒在車上 還沒什麼用 這套女兒在故事來說 是不重要的 就算她不是這套女兒 她是隻狗也好 其實這個故事是可以回頭的 她還要女街坊 不是 她還要女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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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造型就是 專門綁著 男主角 不是女街坊 那些 當然 這個角色來講 是很困難的 因為 最初是放過她的 是阿狗 但是 我們說 她跟阿狗有互動 難道 然後 結果不是 結果原來是 十二 跟她有互動 是 這個 在一套裡面 我有一點點想不到 我有一點點 是 阿狗跟十二有互動 阿狗跟十二一向都有互動 然後十二被NTR 總之 在角色裡面 當然你說 她一直都沒有很表明 究竟 阿十二是出於什麼原因 去幫三島 李莎 幫她這個角色 因為李莎的角色 整個故事裡面 成長嗎? 她沒有 她為什麼離家出走 是因為她媽媽很煩 她媽媽是很煩 很煩 不是她媽媽 她受了某一種刺激 你有沒有看《Transformer》最新的那集 好像那女兒一樣 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其實不一樣 完全是 她工作就是 令一個男人 由肌肉 又捞著 捞著女人 離開背起肌肉 你明白嗎 現在 什麼性別治療師 基情和劇情 大家要留意一下 繼續 而故事裡面 也是 另一個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我不是很喜歡 其實很多東西 她真的鋪陳不夠 其實 你要看到 就是無論之後出場的 阿快 也好 或者 其實對她們 阿快為什麼要這麼執著阿九 不知道 其實她 我知道 這個 最後一集其實有說到 有 因為其實她雖然說 在一間孤兒院 讀書一格 去了美國 即是她死剩下一個 死剩下一個 未去過 但她最後 她死前說那句 我什麼都輸給你 其實真正的天才應該是阿九 她還未贏 如果她不走的話 就應該玩阿九去美國 其實我個人觀點 我覺得這套東西 很多角色的設定 跟她出來的表現 是不配合的 我首先提出一點 就是說 在這個阿典娜計劃裡面 其實是說他們 這群人 應該有一個叫做 學者中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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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叫做阿士普街症 中文叫 而這一種人 其實她是 首先 我先不說阿五 在兩位主角 十二和阿九裡面 我不覺得她有什麼綜合症 她在犯犯方面 我覺得 全能 她全能 很聰明 不是 已經改造了 改造了 改造了 他們已經很聰明 其實她有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 這套東西 他們做事的想法 是可以配合到病的 但是他們這個病 是很難用來拍動 因為是整件事用來講的 因為 你有得阿士普街症 基本上 跟自閉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他們是會不同人說話的 當然不會跟你說話 我怎會跟蠢才說話 因為他們很聰明 你叫一個不同人說話的人 去做動畫 就變成一種默劇 整件事就不知做什麼 所以你說阿九和十二 勉強你都覺得可以 因為其實他們說話 是說話少 但是 阿九都OK少少 但是我覺得十二那種 是過度會有症 是的 十二和五那些 就有少少少 不是很 standard 其實九和十二 一個正一個動 十二去執行 九就是想計劃那班 但是你會見到 你作為一個症狀 唯一給你的症狀 就是他們會有異名 但是這件事其實 是很不到位的 難得做了一個設定出來 這個也是那個角色 你賦予給他一個特色 不是 其實耳鳴我覺得是病徵的一種 最主要就是他們短命的 應該是這個 應該就是這個 不會好像平常人 不會像平常人 會長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不會放學者綜合症出來 我會告訴他 總之這個計劃是強化了他們的路段 他們能夠超出人類的思考 的領域去思考 甚至強化人間 對 然後他還會說 十字死光 你OK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給一個很實在的病例 給我們 我們會有 對照就是說 這個病究竟會有什麼的病症 但是你這個角色 是不match這種病症的 嚴格來說他不是病 嚴格來說他只不過是一類型的人 那類型的人是極低社會 社交能力 但是極度優秀 但是極端的 很極端方面 譬如一些超級的數學家 完全不同人說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人出生的點 你點到哪裏 就整定了 是這麼多點 但是有類型 某一項就點到爆炸 其他一項就沒有 你這個其實很合理 而阿典娜的計劃裏面 他就是告訴你 他一定要找五歲以下的 為什麼 因為五歲以下他還未配點 是不是很合理 魯筍未刪買 LV5 還未配點 配了五年 配了五年 還有百幾二百年 可以自己配 而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說對他們的角色 那個素組 因為其實你這樣 你如果這樣 其實本身 如果真的有這個素組 其實女主角 會有一個存在的價值 三都會有一個存在的價值 他就會覺得這些人 好像在某些思維上 會覺得很不正常 因為其實是有一個 因為他很奇怪 他帶不到一種平凡人的角度 也做不到打開心腸的意義 是啦 完全不知做什麼 你會覺得 十二 最終十二 會背叛阿狗 你會覺得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這條女兒 她好像完全沒有 沒有樣子 沒有身材 沒有高性 沒有王 我這樣說 愛情是麻木的 應該說他跟 即阿里莎跟十二 他們說他們互動不夠多 因為 我也覺得奇怪 後來突然之間 好像跟阿狗翻臉 就因為李莎 而跟阿狗翻臉 這裏真是有怪怪的 很認真說一句 兩人 最多不像《天日有情》 浪德華坐電單車 沒了 就沒有了 哪有愛情啊 怎麼說《天日有情》 純粹在這個孤兒院 走出來之後 第一次見女人 其實是對的 我覺得這個解釋是最重要的 這個解釋是最重要的 這個解釋是最重要的 可能是十二 就比較 嘩這個女人很奇怪 OK的 因為反過來來說 其實他們要做的情況 就是這班人的社交能力很低 或者他們跟社會很脫離 而另一方面 其實就是 角色裡面 剛才說的一些設定 就是 剛才也有說過 五對九的執著 而那個執著裡面 我們在回憶片段裡 看到什麼呢 三個人想逃離這個實驗室 一個走不了 但是阿五不能夠走 救不及他 他不是救不及他 即是怎麼說 是想救他 但是沒有能力救他 其實 如果在那個畫面裡面 我看到的就是 我只能夠說 阿五對九不救他 有一個深深的怨恨 但是你最後告訴他 其實我最終是想贏你一次 不是呀 大哥 即是說 你的回憶裡面 你有什麼分輸給他 可能有的 要下棋 不是嗎 我猜是沽怨的時候 可能做什麼都輸給他 應該有 我又套回這個崩虎 崩虎的例子 他起碼有說 unlice這個人 在學院裡面 頂級很多人 拍馬都追不及他 而你真是這樣 而生生怨恨的話 我可以回到 但是 那個孤兒院裡面 我只知道 他們是人工製造的 學者綜合症 然後很多人都受不了 實驗失敗死了 然後有三個 三個 三個謀利 然後 然後他們就套利 然後有一個 賣不到舟 走不了 然後被美國老了 然後 你就告訴他 我這輩子都贏不到 你贏不到他 你先贏到他五顆東西 你有一點說錯 那間店 有兩件東西走了 但是最後那間店 到close的時候 走一件死症 死症那件是五 不是 五都曾經一起走過 他走不了 他走不了 所以他就最效用在那裡 我只能夠說 在這些判斷裡面 我只能夠說 因為九對五 見死不救而已 你最多可以爭取他這件事 突然間說 最後 因為我開始也很疑 究竟 五是為了什麼目的 而這麼執著 阿九這個角色 因為他對十二個角色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這個角色 但是 我們在回憶片段裡面 他們兩個沒有交接 到唯一有交接就是 在他們逃離那一刻 看到他被捉著 走不及 然後他們爬刺師網 走了之後 唯一的交接就是 我看到這裡 然後你畫在那裡 最後贏不到他 喂 是不是超越了一點點 我覺得這點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這點已經交代 不是 孤兒院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其實可以聯想到 不是 因為孤兒院那裡 在故事裡面 他擔當的角色就是什麼呢 政府的黑暗面 政府是想在這個戰後裡面 做人 做武器 他想再次以一個勝利者的身份 在這個國際的面前 站起來 而才會開始 亞典娜計劃 而 15 12 和9 他們這些就是被實驗的角色 而最終就是 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完全沒有說過 任何他們三個之間 在孤兒院裡面的感情因素 而最終你爆這個感情因素出來 其實 你可以說得通 你怎麼說你都說得通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不上地 不是 我覺得他有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製作群 他有查過資料 就是這些人的特點 但他就無視了 就是說 觀眾不知道這些人的特點 可能是他設定了 他不知道 普通人是不知道這些東西的 然後他又覺得理所當然地 那些聰明的人就很重勝負 他們就不交叉別人怎麼想的 他覺得你知道 搞到他整件事好像很理所當然 因為他輸過 他不能輸 他就說 如果打到你就要不擇手段 大家看知根林就知道 或者打到你 在這件事大家看到 輸過在什麼地方 我怎麼知道 總之輸過就可以了 因為輸了一輩子 這些叫童年陰景 知道嗎 一直記住 但 大家都知道 以來就是一個很記仇的人 絕對 最記仇不是我 這個故事裡面 跟著就是 有到鴨 加入之後 其實他們一直的目標就是 他們是想 每個勢力都是想 回收 這個 原子彈 原子彈 原子彈的材料 其實美國那邊 一直都有這個目的 但是其實鴨五 就不在意 這件事 他只是追著狗 美國方面就是利用 他的天才的智慧 天才的智慧 Hacker的能力 各部分 其實操控電腦 這些 調查能力 或者推理能力 都是一流的 是的 借用這件事 而警方方面 就是靠齊奇一個人 如何偵查 終於解 逐步逐步揭開了 日本政府埋藏的黑暗 其實是分了一條線出來的 自從 和警察合作 九龍十二 和警察合作之後 那裡其實分了一條線 就是 說回 他背後的背景 那些東西出來 即是那條線 帶了出來 就在警察那條線 帶了 如果不是 基本上九龍十二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根本就是把 普通的警察 玩弄在首帳裡面 根本都不夠班 初期就是 把柴奇做對手 漸漸把柴奇的角色 轉為五 然後警察就開了一條線 而這件事 最後就是 最了解你的 當然是你的對手 就是柴奇查了那麼多 其實很多推論裡面 尤其是在這些 典型劇情 所謂的模仿犯裡面 釋破 釋破模仿犯的人 一定是你的對手 一定不是他們做的 就是他們 他們怎麼會殺人 我可了解他們 根據定義 就是他一定是第一個發覺 這個炸彈不是他們做的 不是他們做的 然後 尤其是在這個機場事件裡面 兩 九龍和柴奇就合作 就是 互利互利的關係 他們就合作 阻止這個 爆炸 炸彈的爆炸 當然你說 在這裏的二魔 女主角 三島 其實是二魔下去 當然你這個位置 她說 她很重要 當然沒有打 對 真的 當阿五都不留意她的時候 她就做了一件 她都留意不到的事情 這個是她唯一的用途 在這套動畫裡面 她做完之後 她拿著自己的學生證 告訴你 我是Vca這個 我是Vca這個 多聰明 記不記得 這一集一開始 說什麼 不怕神一上去 對手 只不知 那不關事 他們一早就知道 這個隊友是豬的 所以是否覺得 為何會加入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他們在故事裡 也沒有 因為留下了一些東西 而心心願恨 因為他們知道 這件事一定會斷 而且基本上 一眼就已經看得出 所以故事裡 其實我覺得 可以翻的 這個位置 你說 唯一沒有的 就是女主角 三島 沒有這個 價值 在整套作品裡 沒有的價值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最終 通常這種角色 最終可能說 主角死了 有些爆點 然後說 全世界人都誤會他 但是他們做的事 靜透的事 深深地印在我腦海裡 但是這個角色被柴奇做錯 對 沒錯 所以我也不明白 他應該計成九龍十二繼續做 炸彈狂魔 你要明白 最後那個畫面 當十二被美軍殺死了 四二殺的時候 阿九是對著柴奇說 你要把我們的事 告訴全世界的人 然後 如果用一個少女媽媽的角度 然後阿九 沉靜默默地看著柴奇 不是野奇軍 他們也有這個場面 現在是他熱淚看形的 放心靠給我吧 其實你有沒有留意他的事 記得搬那一步走 那一幕其實是阿九第一次哭 嗯 這麼激動 情緒 應該說有個情緒 男兒有女兒 你要明白就是 柴奇最後那個角色 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作為一個 這些片中的女主角 她可以說是她唯一的生存價值 這個唯一的生存價值 給一個阿叔 還要一個結婚的阿叔 辣了 辣了 而且你要知道最接待的就是 你有沒有掃墓 我都爬了你 對 這套東西有男人就夠了 拿東西是很壞的 然後你要看到就是一年裡面 柴奇為了這個好對手 去把這個政府的黑暗刮出來 然後放在這個桌上 不顧自己的生命危險 哪怕自己的老婆和女兒 可能會被人威脅 這些是什麼 這些應該是主角級要做的事 錯啦 這些叫什麼真愛 對 你做啦 這些叫同級的男妹角 有田啊 我知道 所以這些為主角 救命 賣命 賣命 打熱血 這麼好man 最了解你 一個最了解的人 而女主角最後找什麼 沒有 掃墓 我來掃墓 掃墓 然後掃墓 然後掃墓 很無畏 你知不知道我多貪心 角色是倒轉了 就是看到柴奇怪在一個墓裡 然後女主角走過來 其實這個角色 這個才是正解 樹齡你夠了 我很支持樹齡說法 我覺得整件事真是合理 我覺得莉莎 真的從第一集到 最後一集都是廢 基本上 我不是在一個群裡說 我看一本 他說 這個有什麼用的 沒有 雷街坊 不知道有什麼用 沒有 雷街坊 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麼 他的設定就是 他媽媽很瘦 我想 他媽媽幫我差事 他媽媽又沒有了縮腸 告訴你 他也沒有差用 他媽媽又更有差用 你要明白 因為主角太無敵 所以要給他弱點 就是這個女人 這件事我也同意 其實 Five其實也有說過 他自己製造了自己一個弱點 是啊 他不是製造了弱點 就是弱智 現在 不是 老實說 你一個人 一個叫做 這麼高智慧的人 這麼冷靜的人 願意為自己去製造一個弱點 不外乎愛情 就是 如果這女人 對她來說 不是那麼重要 我講 到現場 你真正感情 當然她真正的 真正 十二 十二 很重要 而最終就是 你見到 這女人 其實是死的那一刻 有感覺之外 其實你見到 她沒有任何的感想 而最多的感想 是由柴奇去表達出來 證明 就是 柴奇才是這套東西的女主角 所以她一開始就找到對方 找到柴奇 找到柴奇 中女神他1500度 對 多辛苦 打人卻在電視機裡面 所以阿九就對 找到柴奇 那十二就算了 十二就算了 然後就說 找到你了 對 我終於找到你了 這件事 這件事 你會變成 我剛才一開始說 典型荷里活 就是 很多戲裡面 其實女主角 是沒有公用的 荷里活的公用 好笑 我剛才說 女國的公用 是零 完全沒有 不是有什麼史太龍 那些人嗎 你先說的女國是誰 沒有的 史太龍 你錯了 有一種沒有的性 是負數 什麼負數 不是她說她的公用是負數 完全沒有 老實說 只要其實把女主角的氣氛 其實因為 我覺得那個弱點 其實不存在 但是女主角是柴奇 阿快 阿快是完全凌駕於 阿九和十二的策略 所以其實這個弱點 有沒有在 其實是嚴重的 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 所以這件事 只要斬了三島 其實她是一套很出色的 男人和男人之間的 的角力 的友情 應該說 大家在這個功誤之中 聲聲相識 聲聲相識 然後為了你的好對手 而完成她的位置 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很英雄本色 我覺得 很好的故事 當然你說 說回的就是 其實故事裡面 最終他們帶出了 就是 九和十二 最終的目的就是 他們不是怨恨任何一個人 但是他們希望讓世人知道 他們這一班人的存在 或者更甚至 不想這些人再重複出 即是有戰爭 有其他的受害者 是的 我想有沒有想到 他們純粹就是 他們想要一個活過的證明 其實是 因為他們一直 所有東西都被 隱藏 他們是沒有 即任何東西都沒有 像偷偷摸摸 有他們被父母拋棄到 然後被這個 阿典娜計劃的組織 的實驗 去抓 去做實驗 甚至他們生存的紀錄 都沒了 是的 即是他們是想要生存的證明 而你說這件事唯一看到 是 阿五想要的生存證明 就是 他覺得 他贏過阿九 就是他生存過的證明 而阿九和阿十二 他們想要的生存證明 就是他們希望被社會大眾認知 其實 那班人有什麼結果 其實他們不在乎 是的 或者寫在歷史裡面 他們的名字 是的 被人所記得 曾經有個 不過我相信寫在裡面 是1號和2號 沒有名字 恐怖分之一 所以就要寫在後面 沒有名字 不是 阿九比十二號 阿九最起碼 那段影片裡 他展示過自己的 有樣子 十二? 樣子都沒有 很慘 不過人家有女兒 那你又不怪她 人家也有一個 但他有女兒 有沒有超過十二個小時 我不知道 沒有數過 不要緊 這部電影沒有十二集 撇除三島 這部電影都不失為一部不錯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是挺好看的 我也覺得挺好看的 全是挺好看的 是的 那這一節 我們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節繼續 是挺好看的 是挺好的 但這部電影 快樂 走